男子到张华一家银楼买戒指 店家拿出来让他挑选世代 就在过程当中 他神不知鬼不觉摸走一枚金戒指 最后因为只收现金没有刷卡 交一枚成功离开了 店家后来才发现 这盘金饰少了一枚戒指 仔细检查解释器 发现关键在这里 金饰都放在玻璃窗下 顾客要看才拿出来 仔细看监视器才发现 男子利用世代的机会 趁着店家按计算机 视线离开时下手 他左手遮掩 挡住店家视线与镜头 悄悄把戒指放入右手 握入手掌心 一直到他离开都没被发现 事后才发觉戒指少一枚 如果拿微卡来 然后黄金还可以再拿去买 就等于把里面的钱拿出来 然后所以我们就拒绝刷卡 然后他就那时候有点 有点生气 然后我就有点手忙脚乱 就急急忙忙的开门 他就走出去 他走了之后 我在检查的时候才发现 店家保安抓贼 警方查出 小偷骑机车 是住在台中的秋心男子 今年52岁 前往处处抓人 嫌犯态度配合 打开机车行李箱搜索 目前金价17300多 被摸走的戒指2000多 价值17000 他共称 1万块在跳蚤市场卖了 小偷如此熟练的手法 显然是老手很有经验 警方调查 他在彰化的银楼 涉及两件窃案 台中另有十几件 前科累累 TBS新闻 陈志忠无数评 彰化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做战争 中央 新闻网 molecular 状态 美抑平 阻止 拨打 网 Geb